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基地感觉很危险 换了直接卖掉 像我们在游里改位置的话 这个基地一定要多造几个 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有两个超级武器 这个超级武器放在手上 我们根本不好去进口 这个时候粉色一发核弹 我们赶快把基地拉动一下 这个粉色的闪电还没有用 估计是想看我的基地拉到哪个位置 再过来闪我 好 赶快打开照动过 看我们现在连个兵营都没有 所以说开局我就说了 这一期视频呢 属于比较揪心的 所以看对方的闪电来了 我们赶快把基地收起来 这个闪电风暴 如果说闪在那个基地的最中央的话 那个基地是容易被整掉的 你看这个超级武器 他想趁着我的基地收起来 把我丢到水里面去 要是我这个基地被丢到水里面去 他说这一局怎么玩 有这个游里改呢 也没有用 因为这个紫色啊 他那个填布装置的已经好了 这个紫色家里面有基地的 假如说我没基地 人家填布套死我的 游里改 我是不是根本就没得玩了 现在我们赶快要造重工啊 而且重工出来之后呢 我们不需要造坦克 赶快要多造个基地 一个基地实在是太危险了 主要现在我们这个坦克也不多啊 也不好轻易的去进攻啊 这个粉色好像想过来偷我的游警 这个游警他偷了也没有用 对吧 因为他没有基地 他造不了那个地堡 我们直接甩个地堡 打掉工程师 好 造个维修厂 现在那个平台啊 紫色的他的铁木装置的其实是一直好的 我们还得小心 这个家伙要是抄一部坦克过来整我 打掉我基地 打掉我重工啊 那我是相当难受啊 现在我们先用这个游里改 用这个游里改把那个粉色的兵力先给它消耗 只要他的坦克没了之后啊 我们多做的坦克一冲啊 他就顶不住啊 但是你看这个粉色 来了两个超速没完了 把我基地动住了 我们赶快游里改过去 好 把这个超速兵对吧 把它抓了哈 然后呢 把对方的超速兵给它动掉 现在我们赶快在中国里面造个基地 这个基地呢 就拿到中间去 因为中间有矿局哈 再一个呢 这个基地千万不要放在一块地盘 你看那个紫色看妙 九个光灵坦克已经摆好姿势了 马上就要超过来 前面对吧 光灵坦克哈 我们基地拿到中间 这样子呢 它顶多就是打掉我们一个基地哈 好 这个紫色来了 这个基地看能不能跑 应该是跑不掉 没关系哈 这个地盘的建筑随便它拆 反正只要我们有一个TD在 待会我们可以重去发展哈 这波是不是手术呢 你看这个紫色 它还使了一个光灵坦克 结果那个坦克被我们抓了 基地动一下 这个家伙的一发河呢 对吧 扎个寂寞 然后呢 我们室外逃为位置啊 再造一个基地 反正我感觉这一局呢 不是造基地 就是在那造基地的路上 你看对方这个闪电是不是又来了呀 把那个中工整掉了 没有关系哈 我们现在宽敞呢 还得重新 好 两个超速兵 我们上去动一下紫色的建筑 目前手上经济的还可以 对吧 有个一万多哈 这个紫色想过来打我呢 它也得慢慢来斩那个坦克 他们两个人呢 经济的话 都是靠隐藏的三个游泳 而我们不一样 中间呢 有四根矿柱 家里面还有两根矿柱哈 先用游泳仔 把那个粉色的坦克给它抓掉 这个粉色要想打我呢 也是只能造那个超市公兵 但是它对吧 又没钱 这个超市公兵啊 比较贵哈 你看 这家伙又来了 然后呢 我们游泳赶快过来 动物兵上去打掉超市公兵 这个家伙三个冷冻兵想动什么 动这些建筑呢 其实没什么威胁 好 直接把它一抓 这个中国里面呢 我们就继续造基地啊 现在不需要造坦克 只需要把他们两个人呢 慢慢的 对吧 把钱耗完之后 他们就没了 尤其是那个平台位置 这个紫色啊 它现在超市公啊 加上铁木装置的又好了 这个家伙肯定呢 又要过来整个基地 看那边后面造维修 这一局就是不停的造基地 我看你们能打掉我几个基地啊 所以看 对方看那边又来了9个坦克 这个地盘的建筑没关系啊 我们全部呢 给它卖掉 基地稍微跑个路 但感觉好像跑不掉哈 然后呢 中间我们再来一个重工 然后造一个维修厂 继续造基地 这个只是把我这个地盘的建筑全部拆了 这些其实都无所谓 我们有基地的一切都有啊 好 补个维修厂 在中国里面呢 我们就继续的多造基地哈 这个粉色它的核弹马上就好了 我们把那个神龙给它抓拉 然后继续过去呢 扎它那个超市公兵哈 这种局呢 我们在水里面也没造船长 因为对方呢 他们有很多那个海军啊 我们造船长的没有用 反正就是不停的造基地 感觉这一局就相当于啊 用基地打架一样哈 因为他们两个人呢 尤其是那个紫色 每一次的超坦克过来啊 就是想打我基地 好 中间一发核弹 我们的基地已经提前跑路 你看我们现在手上多少钱 两万多 好 对方又来了一发闪电 看看他要闪什么 闪了我四外桃园一些建筑 他还不如闪我坦克哈 对方那个飞行兵想出来 我们留待车把他赶走 然后中间你看 再来一个矿场 粉色的闪电加上核弹那个时间是比较长的 现在我们又有一个对吧 疯狂的抓 把他家里面这些坦克一抓呀 待会我们就可以拿坦克穿过去了 但是粉色有一些飞行兵 我们在室外逃的位置 准备造个棍子 这个防空棍一放 你看 这个飞行兵是不是没什么威胁啊 好 我们再造一个重工 这个重工呢 我也不记得是造了多少次的 反正呢 每次造一次啊 都被他们整掉了 现在紫色超时空 加上铁木呢又好了 看一下他呢 要打往哪个位置 啊 这里呢 好不容易啊 一个挤牙膏一样对吧 勒紧裤腰带 攒了几个坦克 直接过来来打掉我的基地 没关系 我们这里还有基地哦 对方想打的话 我们稍微的拉动一下 好 打掉我重工 我们继续造兵营 再造重工就可以了 这个脚后来把我慌张的都整掉了 你看我们现在手上还有2万多哈 粉色夹里面其实这回呢 已经没什么兵力了 他那些小兵啊 蹲着路口的小兵 已经被我们的流利杆清理掉了 就剩下了几个飞行兵 这样的话我们就直接可以拉着牛车上去扛伤害 后方的坦克一波冲击 这个粉色是不是 它就没了啊 我们拉着牛车直接上去扛伤害 然后后方的坦克一杆子捅进去了就可以了 好 我们工程师摸电厂 我们这个坦克呢就直接过去啊 打这个粉色的垫就行了 好 这个爱国者啊好多 还舍不得卖哈 这些爱国者呢其实没什么用啊 我们把这个电厂全部给它敲掉 再把这个地堡一整的话 这个粉色是不是它就没了 好 打到它最后一个电厂 再把这两个地堡给它整掉 我们继续造维修 中国里面呢我们就继续对吧 造基地 因为那个紫色呢它那个铁幕装置又好了 但是我们画面看了一下 这个紫色的没钱 它每次造坦克呢都是等那个三个油井 好 我们把这个粉色带走 带走这个粉色两个超级武器已经没了 现在就只剩下超时空 加上铁幕出色没什么威胁啊 我们这个油力改就在紫色家门口做法就行了 它又长了几个光了 也是内紧裤腰带 你看我们多找一个基地对吧 这个基地呢我们就到处摆放 你看对方来了 来了三个光能 两个多个呢套到铁幕 没关系打掉我一个基地 你看我们已经有个基地跑了 中共给它卖掉 现在紫色家里面呢就相当空虚了 我们只需要油力改一抓 把他家里面那些坦克人抓来之后呢 打他那些建筑 这样子紫色是不是它就没了 那么打到这里呢 紫色也是受不了 您的合范下线 这一期视频呢就到这 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